第二個是另外一條 規劃的比較慢 但是是蔡總統開出來的政見 她一開始在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基隆輕軌的這一段 事實上大家就 都支持 那個時候蔡總統所開出來的政見 是說2022年要通車到南港 每三個月會檢討進度 但是來看一下 本來現在2019年5月了 馬上要6月 她本來的規劃是6月要動工 結果這個delay的很嚴重 我看到2019年4月10號的時候 你們才剛過可行性研究 才是第一個階段 本來是在2017年12月的時候 就要完成可行性研究 後面的綜合規劃 環評等等 還不曉得要延宕多久 現在按照交通部 重新實程上面的預估 本來在下個月要動工的基隆輕軌 什麼時候會動工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就任以來 就一直在盯這個計畫 那之前在可行性評估 面臨的一些問題 也順利解決 那的確如委員所講的 這個計畫的時程還會延宕 但是我會親自來盯住這個計畫 趕快來完成規劃設計 來進行工程發報 沒有市長您在國會裡面做這個承諾 我願意相信你 但是從剛剛的民生系指線的延宕 在看到即使是連蔡總統 他自己支持要推動的基隆輕軌 都延宕成這個樣子 我真的要拜託交通部的同仁 將心比心 把戲子人在通勤上面的痛苦 能夠將心比心 趕快加速整個行政的流程 那否則的話 大家永遠在看的都是 只有政治人物開支票 永遠都在行政程序當中 沒有看到具體的成果